记者杨淳慧台北报道,民进党台北市长布局下周三、16日揭晓,民进党选队会所召开会议,据悉,民进党选队会顾问邱毅人会中指出,台北新北选情互相联动,应该朝有利于新北市选情的方向规划。 外传有一份民调显示,民进党台北市自提人选的话,对于蓝玉归队及苏真昌选举有直接帮助,有选队会成员建议可询问苏真昌意见,但召集人林希耀说,苏已经公开多次表达意见,尊重党中央,不用特别再去找苏。 苏办幕僚表示,一切尊重党中央的决定,未来新北市不只要和台北市合作,包含桃源市、基隆市都是北台湾共同生活圈,区域间的政策一定都需要相互连结,未来也会互相合作。 民进党发言人郑云彭会后转述,选队会会议中有人提到北市长选情策略和其他县市选情有联动。 邱毅人也提到,应朝有利于新北市的选情规划,接住有人认为可以争寻苏真昌意见,但是否要争寻苏,选队会没做成政治决议。 郑云彭说,选队会预估台北市可能会有6到7组参选人,但伟提到是自提还是合作对新北市比较好,目前利让科选项是否仍未排除。 选队会召集人陈明文受访表示,选队会目前仍持续在征询,16日才会真正讨论到底要利让还是自提人选。 方案讨论出来后,若讨论到自提,选队会才会进一步谈到人选,针对有支持者拱总统府秘书长陈菊选北市长,陈明文说,都有听到,每天都在了解掌握这些讯息,社会氛围,他们都了解,但目前没有讨论。 民进党选对会今,明要分别询问党内中指委、中评委、北市党及理长及北市议员意见,决定是与台北市长科文哲合作,或是党自提人选。